清朝末年,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王毅荣,精通书法,热爱中医,他偶然发现了刻在龙骨上的神秘文字。 这个偶然发现把汉字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 大家好,我是Sarah,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甲骨文。 清光绪年间,有一个颇有威望的文官王毅荣。 他36岁考取晋士,进入汉林院,数年后担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校长,官职位从三品。 他精通精实,热衷收藏,兼通中医。 光绪25年,即1899年,王毅荣偶感伤寒,用了很多药都不见好转。 光绪皇帝派师傅翁同和及太医前去探视,太医给开了个药方,上面有一位名药,名字很奇特, 叫龙骨。 什么是龙骨? 顾名思义,就是龙的骨骼化石,中医认为龙骨有镇静安神的作用。 不过因为现在见不到龙了,人们便认为龙骨是大型骨脊椎动物的化石, 比如大象,长颈鹿等都算进去了。 龙骨始建于东汉十七成书的《神龙本草经》中, 书中还有龙骨出于《大水所过处》与《山间大水》中的记载, 那正是我们所理解的龙出没的地方。 不过,甲骨文并非都是刻在龙骨上, 仙人用龟甲牛骨等刻字的更多。 王毅龙出于好奇,想看看龙骨的究竟, 发现龙骨上有一些不寻常的画痕, 像是人工刻上去的,颇似远古文字,推测可能是商代的古文字。 他欣喜若狂,这要是真的, 就意味着汉字的历史可以向前推进到西人前一千七百多年的殷商时代。 于是,他开始大举收购这种刻有古怪图形的龙骨。 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竟然收集到了一千五百多片。 可惜第二年,八国联军逼近京城, 王毅龙临危受命, 以京师顺天团练大臣的身份率领民众训练手艺。 同年,八国联军攻入京城,皇帝外逃, 抵抗失败的王毅龙深感羞愤, 服毒投井殉国。 但王毅龙甲骨文之父的称号已然奠定。 王毅龙死后, 其次子王崇烈将父亲所藏大部分龙骨, 转让给了另一个是古城吃之人刘厄。 大家可能听说过《老残游记》这本书, 刘厄就是书的作者, 宏都百炼生和刘厄是同一个人。 刘厄同样出身官宦世家, 同样博学广文。 购得王毅龙收藏的甲骨之后, 刘厄继续花大力气收藏甲骨, 数年之间已收集了五千多片。 这些甲骨质地不一, 有的比较脆弱, 难以保存。 刘厄便决定将这些文字拓下来。 他的好友罗振宇在看到这些踏片后大未惊叹, 提出希望将踏片编印成书, 刘厄欣然同意。 1903年, 刘厄从自己的甲骨收藏中精选莫托了1058片, 以实印本出版了第一部注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规》共六册。 甲骨文由此公诸于世。 如果说王毅龙是甲骨文的发现者, 那么编撰出《铁云藏规》的刘厄则是甲骨文研究的开拓者。 他真正让甲骨从单纯的文物收藏, 变成研究骨文字的重要资料。 1908年, 学者罗振裕先生通过重重查访, 终于确定甲骨文的出土地为河南安养小藤村, 也就是3000年前商朝引都的所在地。 1928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 对殷墟展开了第一次发掘。 近百年来, 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虽有中断, 但从未停止过。 甲骨文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 左传中说, 国之大事, 再次与融。 对于古人来说, 一个国家的大事, 主要就是祭祀和打仗。 甲骨文就是用来占卜祭祀的, 当年姚顺善位时, 都会先祈求得到上天的开示, 后世君王也一样, 请教神灵的补词需要写出来, 通神的礼器都需要用特殊材料。 巫师祭司认为硅甲, 牛骨是有灵性的生物, 是可以通天的。 于是, 巫师祭司将补词写在具有灵性的甲骨之上, 然后用火烧烤, 查看甲骨列文与补词之间的呼应关系, 以此传递神谕, 确定吉凶。 也就是说, 刻在硅甲牛骨上的文字不是给人看的, 而是给神看的, 是向神询问的庄严仪式, 这就是甲骨文的由来。 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 并被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保存了三千年前的文字, 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一千年。 尽管当时还有用毛笔粘上漆料, 写在竹简片上的通用文书, 那些文书在数千年的风霜岁月中早已雾化粉碎, 只有甲骨文和一些刻在陶器等上的文字才得以保存了下来。 对商人而言, 商王是神的化身, 因为商的始祖契为上天玄鸟所剩, 所以契的子孙都具备与上天直接沟通的本事。 因此,举凡国家的大小事, 如征伐、祭祀、天文、地理、疾病、生育、田猎等, 都要预先烧着龟甲、授骨来向上天不问, 以获得开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商王武丁时期的甲骨补辞。 武丁的第一位夫人叫傅豪, 傅豪是武丁非常得力的助手, 是武丁东征西讨的大将, 武丁时期最大的战争就是傅豪打的, 但傅豪早逝。 在武丁时期的甲骨补辞里, 他出现过两百多次。 比如,武丁频频不问傅豪的疾病, 傅豪身体虚弱, 向祖心祈求康复。 傅豪伤疯了,会生病吗? 傅豪的牙齿不会有问题吧? 傅豪将要去世, 武丁万般不舍, 甲骨补辞中有这样的记录, 傅豪不会死吧? 傅豪能延迟一些再死吗?等等。 傅豪去世后, 在补辞中, 武丁一直在问, 傅豪嫁啊吗? 在商人的世界观中, 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和上天的安排有关, 万事万物的规律都在祖先的掌控之下。 谈到商人的祭祀, 还要说一下人祭, 就是以人为祭品, 应需遗祭中有大量的人逊与人生。 这在今天看来, 非常血腥残忍, 是反人道的, 但在商人的观念中, 却是理所当然。 因为他们认为, 生命不会随着肉体的消失而终结, 人死不过是换个空间生活而已。 甲骨文的记录也向人们昭示了商人对生命的认知。 商朝最著名的人迹, 是承汤王。 商朝刚成立时, 连续七年大旱, 求了无数次语都没能奏效, 最后承汤决定亲自做人祭, 表明他对上帝的虔诚, 他摘戒, 晋升数日后, 被放置在干柴堆上, 就在将要点燃新火的沙纳间, 大雨落下来了。 承汤其语的事迹, 在很多的历史资料里都有记载, 但没有任何记录显示, 有人劝阻他要珍惜生命, 不要做傻事。 是因为当时的人们都知道, 他们的王室要去天地那里, 将宾于地, 及陪在天地的身边。 由此可见, 古人与今天的人对生命认知的差异。 古人更相信神, 相信天地的秩序, 而今天的人在无神论的毒害下, 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神的信仰, 认为人死路灯灭, 所以才会肆无忌惮地追求今生今世的享乐。 甲骨纹是研究商代文明的重要依据, 目前已出土的甲骨碎片多达16万多件。 可惜, 这些甲骨碎片被埋在地下多年, 挖掘时又有不同程度的磨损, 多数甲骨残缺严重, 很难读出完整的信息。 研究甲骨纹, 最先要掌握的就是甘汁。 在商代, 甘汁的功能主要有两个, 第一, 用于忌日。 商代的六十甘汁代表六十天, 而现在甘汁主要用来忌年。 第二, 十天甘用作祖先的日明, 每一位死去的先王都有自己的日明。 除了甘汁, 数字也经常在甲骨纹中出现。 有关祭祀, 战争, 田列, 立法的记录中也有大量的数字。 从目前发现的甲骨纹来看, 商代的数字已经是十进制了, 有个十、百、千、万这些字的出现。 商人信奉鬼神, 他们祭祀的神灵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是天神, 第二类是自然神, 包括四方神、土神、 河神、山神等, 第三类是人鬼, 包括祖先、旧臣等。 商人对年月日时都有自己特殊的理解, 而且已经有了对润月的把握, 十三月, 十四月就是他们所制的润月。 笔月小的时间单位中, 寻最为常见, 其表示十天的含义一直沿用至今。 一天内的时间, 商人也进行了细致的划分。 当然, 甲骨纹不一定是中国最早的汉字, 皇帝的史官苍结早已创造了文字。 他仰观天象, 俯察世间万象, 参照福西八卦的原理, 造了汉字。 天为语素, 鬼为叶枯, 龙乃浅藏, 是说他造汉字这件事情, 是人类历史上惊天地, 弃鬼神的大事。 从苍结造字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其间经过了上千年岁月, 汉字也出现了从甲骨文、 经文到小传、 历书的字形变化。 但汉字的象形特征, 即使是今天, 也不难读懂几千年前的文献, 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内涵。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请关注我的频道, 留言并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